超过70年历史的齐东街日式老宿舍 化身为齐东诗舍 办了很多跟诗相关的活动 最近还展出已故诗人 周梦迭的手稿作品 国宝级诗人郑愁语 他就特地来到现场 跟民众分享诗的创作过程 他说诗只要持续跟人互动 就会永远流传 歌手吴志宁改编父亲诗人无声的作品 台下跟着一起合唱 庆祝台北齐东诗舍开馆 以及诗的复兴计划正式启动 诗是不会衰落的 它是人类最早的文明 诗产生文明的 诗领导文明的 除非我们文明灭绝 诗是不会灭亡的 所以这个衰落写诗的人 要特别注意了 诗是不是像保持这个原址 它是要和人互动的 启动诗舍未来要推广文化沙龙 邀请作家朗诵经典诗作 同时每个月固定举办研习班 分享创作过程 隔壁的展间则定期举办诗的相关展宴 首当展出已故诗人周梦迭的手稿 正愁语的朗诵诗词 尔梦是母亲的怀抱 公由子还魂为婴儿 周公他是一个非常坚戒的诗人 他一生就是以诗为他的志业 诗就像他的宗教一样 那他的诗呢 在台湾的现代诗的历史当中 算是非常重要的 具有代表性 而且具有深度 属于历史建筑的启动诗舍 原本是日本官员的宿舍 国民政府来台后 变成空军总司令的住所 至今已经超过70年的历史 这是一棵诗的树 在齐东间 在齐东施舍开始种上了 它开始慢慢发芽 加了以后 这里面发出很多诗来 活动的或是诗的自然呈现 这是非常重要的东西 一个民族 一个国家 不能没有这种诗的东西 诗是最温柔的力量 几个字就构筑出情感的堡垒 启动诗舍的文学复兴 正要开始